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次劇中是做梁父子的 不是吧? 不是梁父子 不是梁父子 我們是對立的 你沒機會丟我下街的 我怕你丟我 很兇的 說句話都不能頂中 整個社區都是他包的 我很奇怪 這個角色 我日光 我就是一個中醫師來的 跟人打密的 我晚上12點後 整條街都是我最兇的 是這樣的 有個反差很大的 所以我之前又沒遇過這樣的角色 加上可以跟老爸 23年25年之後再度重逢 就是沒得頂 上次跟你合作應該是92、93年 你記得很好的 是啊 記得了 我只是記得我們一起的時間 我覺得很開心 是 這幾個兒子真是 又白艷 又聰明 又聰明 又玩得開心 整個劇的靈魂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有老爸做 真是撲出來 真是撲出來 撞出火花 是 是 當年拍攝的時候 四個兒子都 進去對白身 年輕人當然是玩的 很輕鬆 年輕人當然喜歡玩 你一這樣問 老爸立即面有難色 哇 當年那四個東西真是 難得難得 我的角色真是難 我要應付 對白 怎樣拿捏那個角色 會較為難 他們又玩得挺厲害 一埋位就很輕鬆又快 那又怎樣玩呢 不是 老爸當年他負擔太重 又多對白 角色又多東西要處理 我們四個東西 那時候又少鮮肉 是吧 玩到 但老爸很好 從來沒有罵過我們 那沒有罵過我們 我只是 那沒有罵過我們 英俊 你們 玩歸玩 你的尾句 你給我便可以 我有辦法去接你們 那些對白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亂來 我飛去哪裡 總之你給我一個尾句 真是厲害 老爸 應付這麼多事情都搞得好 我們沒有想過 跟那些監製投訴 我們四個 不會 都見不到那個監製 都見不到他 他躲起來讀劇本 我沒有想過這招 不需要 這樣才撞出火花 他們看到劇本 都知道 真是很有戲劇性 他們說真是很生虛 的角色 很受歡迎 那時候的事情 今天真是記憶猶新 不知道是否真的 記起幾十年前的事情 特別清楚 昨天我做過些什麼 他不知道 老了 老了 是吧 老爸 這次的巡迴演唱會 都叫過他們三個 是呀 剛剛 那次 剛剛這一次 我的巡迴演唱會 他們三個兒子上台 唱歌 是呀 老爸真是大膽 老爸 老爸真是大膽 夠膽的 有機會 四個兒子一起合作 有一個兒子不出來的 是呀 他做生意 有一個兒子 發達 是呀 他說明不想做這一行 即是他金融業的 是的 又開食肆 又開食肆 是的 他開了很多間食肆 如果做戲 就變成了好像那個 食不順的形象 沒錯 因為那時候 大時代訪問 即是重播的時候 出來做訪問 想找他的 他都說了不出的 之後我們有演唱會 我們做客串 膽粗粗的 我們有 一見一見 老爸 誓要去入刀山 啊 那次真的很開心